这个人急忙之下经过一位乞丐并且给予施舍 乞丐答谢后 他仅凭乞丐的声音就听出来得了什么病 并且善心出手医治 马上真到病除 他就是著名的古代十大名医 夜天室穿背琵琶刀也出自他的祖邦 大家好 这里是一道搬运过 一个中医干货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一口气看完电影 医吃夜天室 背景在清朝乾隆年间 苏州市申善家要迎接新娘 碰到乞丐闹场要钱 结果不是要钱是要人 不是乞丐是土匪 家丁被打趴 新娘子四美就被劫走了 回到一开始出手医治乞丐的难目 乞丐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孩子 也有一样的病症 请神一发发慈悲救救他们 就在前面不远处 过三条街再转再插 听起来也不近呢 夜天室医者心也就跟这去了 针灸医治后开处方 乞丐就问到为什么他扎针就好了 为什么同样的病症 他们要开纳膜多药 此时夜天室就会 同样是风寒轻骨 因为三人年龄不同 体质不一样 导致结果也不一样 乞丐身强体健 拔除寒毒就无大碍了 尼姆年高体弱 精血溃节 需立即培养固本 要不然就没救了 尼子年幼 六脉根前 如果不用药拔根去造 时时复发 耽误生 讲完诊断一例之后 这时要收枕费了 乞丐没钱 夜天室做事也是一百亿眼 他行医天下 从不多取分 但也从不少取一文 所以还是要收钱 但街上遇到不算正式出枕 打了各两折 再折上折 离开前夜天室 反问乞丐为什么 身为乞丐不行起呢 结果赏了乞丐定音说 这是我舍你的 与一道无关 赶紧抓药救治 剩下天床被入 不可再受风寒了 看到这一幕 医道搬运工也是颇为感动 医道当真如此 被打伤的家丁 就被送到夜天室这边治疗了 该正骨的正骨 该服药的服药 一袋烟的功夫 全部搞定 善家家丁的伤势刚治好 知府郭大人 遣人来请夜天室 上门看病 夜天室以前 也给郭大人看过病 无非就是起食难安 夜不能寐 原因不完全是为了苏州百姓 而是着急皇上南巡 盗贼猖獗 地方治理不安 皇上来了他 不好交代 夜天室知道 郭大人的病根 要静心养神 但无法静下来 给郭大人 使了一个庙方想斗疗法 让他安静听着 想斗 而且不能假守他人 必须郭大人自己来听 心静了 才能听到响声 后来 想斗 没找到 但确实 能睡上好觉 正当郭大人 气恼夜天室 有愚弄自己的嫌疑时 夜天室 半夜被请去救伤者 却连同徒弟张南 一起让人半情半片地 到了土匪的老巢 原来土匪投资崔七 绑架四美出城门的时候 被毒箭锁伤 在于土匪灌输教育的时候 夜天室又用上觉活了 听到崔七身吟 就判断毒气 以攻心 快轮回去了 此时证明完 银针下去 暂时封住他体内毒剂 暂时不用轮回了 之后治疗拔毒箭 以嘴吸毒 同时是毒喂嘴麻而开药 将崔七从阎王爷手里 救了回来 天书两学 人中真一扎崔七就醒了 在同时被劫新娘四美 宁死不屈 不吃饭以保真结 也被夜天室救治 夜天室不愿收崔七的 重金筹谢 只收枕金不收谢礼 还要找钱 又不忍心 让崔七欠着人情 于是跟崔七要了 善家媳妇四美 将其救出 殊不知善家 因为不想支付三万两赎金 早就想放弃这个媳妇了 却以四美姑娘 身陷狼窝 难保真结未明 要给四美姑娘 立真结牌坊 夜天室还被说 坏了人家好事 绝情地将四美姑娘 逼上死路 又被夜天室以绝刀救活 老婆怀疑夜天室 想拿四美未浅 回家差点没让夜天室 跪洗衣板 马上支付郭大人 就公报私仇 认为夜天室 不给他面子 带上通匪的罪名 因为他给土匪治病 被关进牢里 夜天室在牢里 还不忘治病救人 忙得不亦乐乎 药不够 还打算回家拿药 完全不自觉 自己在监狱里 就在此时 治台大人屈身来访 要带夜天室出去 但夜天室不肯 第一次入狱 发现环境如此 龌龊 治台大人也知道 夜天室性格 早就把其妻小 也请来了 原来治台大人 要请夜天室 去将宁给当今皇上治病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精诊断后的 却如太医们一致 犯了疟疾又外感风寒 高烧数日 但太医们 因为功名利禄 瞻前顾后 要开得太平和了 效果不佳 夜天室这时 要见娘娘手上 啄刺极品犀牛角 与燕台磨合后 让皇上服下墨汁 膝脚退热有急效 如加上 挥墨未斧药力会大增 墨汁也是良药 并非对皇上大不敬 后来也真的 把皇上救醒了 但要根治 还要皇上再高烧刺 并再以清蒿先知 根治了当今皇上的瘧疾 但也因竭尽全力 不畏生死之险 昏睡过去了 皇上康复后 招见夜天室 但没想到夜天室 是连皇上的赏赐 都敢拒绝 只收枕金 拒绝的理由 也讲得很动听 学生行医三世余哉 深知医道通于天道 医者有歌谷之心 而不可有丝毫一己之内 这医术乃济世之术 医者关乎千万人之性命 人命关天 若把医术当成求名求利之术 则无益于盗匪 学生深知 医术万不可和钱财扯在一起 只有无私无我 医术方可圆荣如意 医道方可为正道 皇上还是皇上 直接回到 那我受人之会 就不必报答吗 功不必赏 顾不必罚吗 一番板回颜面的回击后 乾隆还把夜天室 当作大清国宝 继续当他的咸云野鹤 但如果阵生病了你 还是要马上赶来 最后夜天室 还是让皇上下了台阶 巧见了皇上的口谕 现在夜天室 回到苏州 已是大名人了 知府也亲自接风 有皇上的口谕 准备办好四美的事 没想到他夫人以为 夜天室要拿四美为妾 准备一走了之 赶紧追上劝说没用 神医只好装死 结果被守徒张南以天突 山中学乱机破梗 但也因此成就了四美和张南的 一桩婚事 乾隆十六年 将因宜兴等地祸乱肆虐 夜天室不顾个人安危 赶到疫区时 碰到当地的千总大人 赶到似曾相识 随后他便开始 救治百姓无数 也因劳累 过度再次陷到这个人 听到他讲话而判断 要他不要过度操劳 要不然会弃血功心 吐血暴亡 果不其然 此人就是当年的土匪 头子崔七 因六年前受夜天室赶化 改名唤姓投君当了官 但也因拯救百姓 过度劳心劳累 如夜天室所讲吐血暴亡 若干年后 夜天室的学生 和后人将夜天室的医术 整理成温热论 林郑指南医案等 创立了中医学的温热病学派 此播电影是2008年 由方军亮导演 主演田小杰 为夜天室 剪述了一代神医的传奇故事 以细说的表现手法 写取了 医痴夜天室出手智商 如何治匪 骇然惊魂的办法 救皇上 巧作红娘等等个故事 再现了古代十大名医 夜天室精湛的医术 精深的医理 和威武不屈富贵不移的 高尚医德 医道 因为浓缩讲解 电影里还有很多情节未提到 建议大家可以上网 看完整部电影 连接汇留在最后 医道搬运工后期 也会制作夜天室的 正式短片介绍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名医 有关医道的电影 也请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